一方面政府积极推进特许学校的建设 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上做足了文章 好我们来看来自奥克兰学校方面的这方面的资讯 本月晚些时候 奥克兰地区的一些幼儿园和学校 将在年度环境友好学校庆祝仪式上被确认 其长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今年的活动将于11月29号 在Tiatatu South Flanshaw路小学举行 将有23所环境友好学校 分获金银桶奖等奖项和证书 这项活动由奥克兰市议会和环境友好学校基金会联合主办 目的是鼓励孩子及其学校和家人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行动 副市长Penny Harris表示 这项计划让年轻人有机会 为自己的社区实行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目标 就包括社区的园林 种植本土的树种和小溪的清洁工作 这个计划就教育年轻人重要的生活技能 并鼓励年轻人成为环保的领袖 在未来做出明智的学策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同时这个项目也帮助整个社会提高了意识 通过学生的推动来改善他们的幼儿园和学校 比如废物的回收利用 可以减少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废物量 还有洁水的水箱和种植自己的蔬菜花园 庆祝活动由美所学校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代表出席 奥克兰市议会的代表也将参加 新西兰目前有924所环境友好学校 包括早教中心 小学 初中和高中学校 在奥克兰有超过170所环境友好学校 另外每年还有很多新的学校加入 秀小